早安 本周持续午后雷雨天气 周五起逐渐进入多雨环境 周末两天的大气环境都不太稳定 连两天下午开始都有旺盛的热对流发展带来雷震雨 甚至一直影响到午夜 预估今明两天在东南风环境下 也是类似的午后雷雨天气 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时强降雨 大气的不稳定度跟周末时相比有稍微降低 但部分地区的雨势还是可能会延续到夜间 这种夏季天气时民众喜欢去登山或吸水 在山区或溪谷河床活动时 务必要注意下午时段天气变化 周三开始到周五白天转位南风环境 南部东南部地区早晚有局部短暂震雨机会 其他地区仍然是午后雷震雨天气 在环境风向影响之下 热区会比较偏向北部地区 周五晚间则有新一波封面接近台湾 目前的预报看来还不一定直接南下影响 但接近时大气的不稳定度会提高许多 午后雷震雨会变得旺盛 也可能会一直影响到夜间 甚至不定时在西半部海面上或陆地 就会有对流云系发展影响 预估类似的不稳定环境会持续到周日 下周旺盛的西南季风将会使菲律宾东西两侧都转位低压带 并可能往北延伸到台湾附近 其中也不排除有独立的热带扰动发展 不过发展的位置 强度 数量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想知道对台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还需要再追踪观察一段时间 但比较确信的是台湾可能受西南季风影响 是比较不稳定的环境 持续多雨天气形态 提醒大家近期有安排户外活动或重要行程 都要留意天气预报资讯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斜线欧宗学提供 都因此将其誠药率顺与记住 Bel您法体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